见面熊暴,手拉手走进关底,莫迪用这种方式,欢迎美国的大敌,俄总统普京,尽管莫迪与特朗普也有过熊暴,可对比来看,显然俄影之间的真情更多一些。 从两国刚刚签署的一系列重磅协议就可见一斑。 法国媒体从印方获得的消息显示,莫迪与普京已经在10月5日签署了总额为52亿美元的协议,俄罗斯将在2020年之前向印度提供5个团的S400连反导系统。 莫迪强调,印度极为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会进一步加强双方的长期游异。 除了这笔这引人注目的军售订单外,印度还与俄方签署了8项协议,包括印度向俄罗斯采购4艘新护卫舰,价值22亿美元,印度向俄罗斯采购200架直升机,价值10亿美元,印度采购俄制阿尔玛塔主战坦克的一项协议,价值数10亿美元,印度恳求俄罗斯帮忙其推荐, 加加以养三人航天计划,包括培训与航员的协议,俄罗斯帮助印度新建六座核电站,扩大在其他国家合作的协议, 俄印铁路公司设立联合运营商,第一批交付100辆油轨电车的协议,印度与俄罗斯加强兼容合作,俄罗斯与印度还计划在2018年内,举行联合军演,俄方人员侵犯地表示, 这次与印度签署的协议金额,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由于三哥缺乏赤透并改良技术的能力,无法自行制造更好的武器,更无法在国,即市场上形成竞争力,因此俄方非常珍惜这份诚实。 普京在印度公开声称,与印度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俄罗斯外亚的优先选项,不存在任何前提条件,而在感动之于恒载三哥则是数十年的惯例。 不过,坦克分析,更让俄方侵犯的是,这些协议是在践探美方权威的基础上达成的。 在与美方争夺印度的重要战役里,俄罗斯赢了一局,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一制裁反对美国敌人法, CATSA,白宫可以对任何与俄罗斯进行武器交易的国家进行制裁,美方已经对印度进行了警告,声称CATSA并不适用于新德里夏默说科采购S400防空系统的协议,如果之一这么敢很可能遭到制裁。 而就在普京访问印度之前,美国已经开始怒吼,S400防空系统是确定制裁的重点目标,但俄印双方不为所动,说了还不听,俄印两个大国,这就是公开挑衅川普了,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贝爽。 这些协议都是打在美方脸上的一个个耳光,更重要的是,遭到西方严厉制裁,到俄罗斯需要更多有实力的国家帮助其分担战略压力,普京很显然获得了一大助力, 无论在瑞利亚还是乌克兰,俄军或金额武装与西方都产生了尖锐矛矛或激烈冲突,而在九月底,阿尔干形势的变化,让美俄又多了一个战场, 可索沃地方当局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持续去赶阻居此地的塞尔维亚人,还抢夺由赛方控制的水电站,九月下旬,俄军前往这一地区,参加联合军联,力挺塞尔维亚总统伍谢奇,九月二十九日,塞尔维亚宣布进入全面备战状态, 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之时埋下的危机很可能再次点燃火摇筒,俄罗斯在19年后终在巴尔干与北约对峙成为一种趋势, 川普上台之后,在2017年6月悍然接纳黑三位北约的第二十九个成员国,打破了美俄之间长期形成的默契,严重挤压了俄罗斯的安全边界, 19年前,俄罗斯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小兄弟,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爱在地上摩擦,而金普京当然不会忘记医学前池,而在雪利亚,俄罗斯也加大了向美国施压的力度, 俄罗斯双方同时表态,永远不允许库尔德人将其控制得近25%领土,从雪利亚分裂出去,俄罗斯还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库尔德武装企图在美国支持下突破红线,必将遭到最猛烈的军事打击,事实上,俄罗斯的话是讲给美国人听的, 没有美邦的资助,库尔德武装根本无法控制,又发拉底河,以东的大边土地,而对库尔德人的警告,就是在敲打白宫,看看川普是否有保卫新美武装的决心, 现在看来,川普恐怕真顾不上什么科索沃克库尔德了,对印度也不太可能真正制裁,美邦或许会一直装聋作哑,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普京有可能连赢三局,如今的局势恰似,按下呼噜起了嫖,美国的实力也不可能同时兼顾东西帮多个战场, 川普为了集中火力对付威胁最大的竞争者,似乎在有意淡化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而普京也乐得趁此机会多捞一些利益, 面对川普是讹诈,没有国家在对美利坚心存敬重,谢罗马正在崩塌,白宫正在试图打击每一个可能的接棒者, 但如今看来,川普找错了对象,冷战结束之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正是让杜维多吉事件,这才是当今发生的重大转折, 美国越是强横,就越是制造出更多的挑战者,玩,住,本文系海外套客原创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